大家好,今天是9月5日 回到明報報上賣新激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看看黃金和白銀 我們見到美金持續向上 美股也叫做跌了下來 黃金上星期五也做了一個短線反彈 黃金上星期四最低做到1688 做完之後,你見到星期五彈高 升到1718元 在技術上,黃金反覆向下 距離上次七月份最低的1680 差一點 升到1718,現在升到1712 但技術上,還未可以改變下跌走勢 你見到它自從8月初做過18807元之後 其實反覆跌了百多元 現在叫做短線反彈 不過預計要彈上十天線 樓上1730 或者樓上,這個是比較困難些的 我們的做法仍然採取高估策略 隨著美金繼續上升 對黃金不利的情況之下 後市的黃金仍然會有機會再次試 7月份的1680甚至更加低 下面的支持位 你看到200周 moving average 是1673 穿上1673 你可以再落去 250周 是1593 1593 我們看看早前的支持位 你可以在圖表上 可以在3月當時的底 1676 這個是1684 在2021年8月底 這個是2021年3月底 引伸過來 其實你去到今年7月 曾經穿過 但是它沒有closing在下面 即我們所謂的穿而不破 穿了,彈上來做了反彈 今次再下去 我擔心會有機會再破這個位 再深一點 所以黃金在現水平 大家就不應該去買 亦都不應該去反彈 相反如果你是做槓桿 或者是想著低位買 就不會買 如果做槓桿的 如果你是想著高沽的話 那你就應該最理想 等到接近10天線去沽 1730 172幾去沽 然後你用50天線做止洩就可以了 暫時來說 黃金也是反覆偏淡 甚至乎有機會 隨著美金繼續向上 繼續走下去 目標我們都看的 1776 這些水位 200周 moving average 出賣就更加深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樣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